嗨,你好吗?我是燕子 今天我要画一瓶彩色的插花 我印象中,大师不是画风景画 就是画植物鲜花 比如樊高的向日葵,莫奈的睡莲 现在他们一幅画都卖到几千万美元的衣服 我也不太理解为啥卖那么贵 到底好在哪里,就觉得很酷 那现在我也来体验一下大师入门的感觉 第一步打巧稿 要注意罐子的形状和位置 还有它和几朵花之间的比例和距离 这一步最重要 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错了 那后面怎么画都不及格了 画好背景的关键是要把颜色调准了 我这颜色调的还挺准的 就是画的时候分布的太暗了 老师说画叶子和花 不用和原作一模一样 因为这不是一个写实的画 是一个异象性的画 只要把它的明暗关系 还有疏密关系 能够调整得合理 自己的理解可以任意发挥 我这可有发挥的机会了 这叶子好像发挥的大劲了 上边就像鹿角一样 喧宾夺主 太难看了 一会儿看能不能用背景的颜色给盖一下 这大概的轮廓就画完了 再把一些细节再给补充和装饰一下 就可以了 这背景和红花都太暗了 叶子也有点生硬 再画第二张补救一下 主要是色调要亮一些 这次色调倒是亮起来了 但是这红花的位置 还有大的黄花 还没有第一张画的好看 这一张也不及格 真是不甘心 还得再画一张 燕子大姐 你能不能两头都顾一顾 把色彩调亮了 画的形状也画的像一点 这和自己对比进铺 全指着你这张增加信心呢 这次把花的形状和它的明暗关系 都画的细一点 叶子的层次也要丰富一些 不要发挥的太厉害了 收不住了 这一张比前两张就好很多 至少及格了 但这幅画最大的缺点是背景给抹平了 就像刷墙一样 没有笔触了 这就没有立体感了 这是以后要注意的 这是第一张画的 这是第三张画的 你看后面这张画 整个的画面就亮起来了 花的造型和叶子的造型也更加准确 看着有立体感也更柔和了 但是跟老师相比 从用的色彩到手法上 还是特别的拘谨 放不开 所以这画看着就很幼稚 这就是我的画 不如人家向日葵和睡莲 卖不到几千万的原因吧 如果我要是拍卖一美元 估计能有人买 要实在卖不出去的话 我就紧急启动第二套方案 我倒找的十块钱 肯定就卖出去了 我聪明吧 请不吝点赞